好,各位同学,那么上节课呢,我们分析了我们每一个数据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标签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呢,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定位标签呢 来逐步的来编写我们的证则表达式 从而逐步提取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好,那么根据上节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们首先应该编写的第一个证则表达式 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五class等于video info 这个标签啊 同时呢,要注意后面还有一个闭合的斜杠第五这个标签 那么我们的这个证则表达式的目的呢 就是提取这个标签中间的这个相关的html内容 好,让我们一起来编写一下这样一个证则表达式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证则表达式的支付串呢 写在我们的这个类边量这里 好,然后呢,我把这样的一个证则表达式的支付串呢 叫做rrootpartum 相当于呢,是一个根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匹配模式 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啊 应该呢,是这样的一个div 然后class方略 方略什么呢 等于video-info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 对比一下 video-info 好,然后呢,是结束的这样一个标记啊 写-div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root pattern 那么这里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啊 中间这里呢,我们看到video-info的旁边呢 是有一个双引号的啊 这个双引号呢,是必须的 因为呢,在我们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的html里面 video-info的两边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双引号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定要有的 那么我们巧妙的在这里呢,利用了pathon的这样的一个单双引号的特性 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单引号呢,是表示的是 我们pathon里面的这样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双引号呢 然后呢,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双引号呢 表示的是,我们要匹配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如果呢,你呢 换一下啊,比如说呢,像这样啊 你把外面用作这样一个双引号 里面用作这样一个单引号的话呢 这样就匹配不到了 因为呢,这个我们的原始的html里面 它里面是双引号 这个呢,大家注意看一下 所以说呢,我们外面呢,要用这样的单引号 而里面呢,用这样的一个双引号 这个呢,就是把我们前面 学习的这样一个字符串的字符呢 给使用上了 好,那么只写这样一个定位标签可以吗 不可以啊 如果你只写定位标签的话呢 你是无法匹配到任何内容 为什么呢 好,我们还是到我们的这个html文档里看一下啊 因为呢,我们要匹配的不是这个D5ClassVideoInfo 我们要匹配的是D5ClassVideoInfo中间的内容 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对我们的正值表达式做一个感动 好,我们回到我们代码里来 我们现在的目的是要能够匹配出这个 D5ClassVideoInfo中间的所有的内容,对不对 那么如何匹配所有的内容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我们之前所讲的正值表达式的知识了 请大家回想一下,匹配所有的内容应该使用我们正值表达式的哪些原字符啊 这里我要说的是,匹配所有内容呢,不只是只有一种写法 至少呢,有三种写法 好,那么我帮助大家呢,再回忆一下啊 之前呢,我们在讲这样的一个概括支付集的时候啊 给大家呢,提到了至少三种这样的一个可以匹配全部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反弦杠小W呢,代表是单词字符,对不对 好,如果我把反弦杠小W和反弦杠大W一起使用的话 那么呢,就是既匹配单词字符,又匹配非单词字符 这样就可以匹配到所有的内容了 好,那么呢,同样啊,反弦杠小S呢,表示的啊,匹配空白字符 那么呢,反弦杠小S和反弦杠大S一起使用呢,就也可以匹配到所有的字符 那么最后面呢,还有一个点号啊,点号呢,是匹配出幻航符反弦杠N之外,其他的所有字符啊 那么如果啊,我们不需要匹配出这样一个反弦杠N的幻航符的话呢 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点号啊 这里呢,我是把三种匹配所有字符的方法呢,都给大家一一的列出了 那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个形式啊,先来匹配看一下啊 很多时候呢,正者表达是啊,还是在于这样一个实践啊 到底匹配出来的是什么样子,大家一定要亲手呢 写代码,然后呢,写完之后呢,抓取调试试一下啊 好,我们这里呢,选取使用这样的一个反弦杠小S和反弦杠大S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匹配所有字符 那么这个两个反弦杠S啊,它外面的这个中括号的意义就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当时我记得我讲的很清楚,这个中括号的作用啊 如果不清楚的同学呢,再去第十章里面回顾一下字符记 我们是在这个章节里面讲到了这样一个中括号的用法 好,那么我们这样就写完了吗 大家想一想,并没有写完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章节表达式中间的这一部分呢 它只能匹配到一个字符啊 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我们需要在这个videoinfo的标签内部啊 匹配无限多个字符,具体是多少个字符呢 我们不关心,我们也不知道 好,那么有哪个原字符可以帮助我们呢,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这个呢,就请大家再回想一下 信号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匹配零次或者无限多次 好,加了信号之后就写完了吗 我们还是继续要思考一下 并没有写完啊,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贪婪和非贪婪的问题 我们说过啊,Person的这个正责感式的匹配 默认是贪婪的啊 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只想获取这两个video标签内部的这样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是需要在后面加上一个问号 表示呢,选取的是非贪婪模式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大家啊 如果我不加这个问号,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大家能不能来分析一下 如果我们不加这个问号的话 那么默认的匹配模式呢,是贪婪模式 然后呢,我们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 class videoinfo这个地步后面 并不可能只有这样的一个反斜杠地步 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斜杠地步 它会有很多个,它其他的后面呢,还会有 你比如说在这里,对不对 还有这样一个斜杠地步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精准匹配到 这一个videoinfo内部的所有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个问号的原因 大家下学之后呢,可以把问号去掉之后呢 匹配来看一下,体会一下贪婪和非贪婪的区别 好,还是真心的希望大家下学之后呢 可以把这个问号去掉改一改看一看 因为理论知识是理论知识 我们推荐的学习方法呢 是先听理论知识,然后呢,在实践中啊 通过反复的尝试啊,扎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这样呢,才是一个学习的正确的方法 好,那么此时呢,这个正值表达式呢 我们编写完了 然后呢,我们就是来实际的匹配一下这个正值表达式 来观察一下匹配的结果 再决定下一步要如何来处理我们的数据 好,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啊 把我们的正值表达式的模块RE给引入进来 然后呢,我们在ANSAS啊,这样的一个私有方法的内部呢 标用RE点,是吧 我们用FoundR 好,FoundR呢,接收第一个参数呢 是我们正值表达式的模式,对吧 我们正值表达式的模式呢,是类边量 所以我们用Spader.rootPattern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把它传进来 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分析的这样一个内容,对吧 好,内容呢,我们已经通过参数的传递进来了 所以说呢,就是HTMLS 好,最后呢,我们再用一个变量 接收这样的一个正值匹配的结果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 使用这样的一个root 消耗性HTML 作为我们的匹配结果的变量 好,然后呢,我们下面呢,再加一个A等1 然后来调试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rootHTML到底是什么 上面这个,我们这里的别人就把它删掉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打一个断点来调试运行一下 好,F5开始执行 再按下F5 这里有错误是不是 我看一下 BathNaveObject 好,那么这个错误呢,是我故意留下来的 我想通过这个示例呢,告诉大家 解决错误的唯一办法 也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调试 我们大概看一下错误的原因 ExpectiveStream BathNaveObject 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支付串 或者呢,是一个字节码类型的这样一个对象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就调试一下,看一下哪里出错了 对不对 一步一步的来调试 查看每一个变量的状态 总会找到错误的原因 好,我们在关键的地方再打上一个断点 看一下,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断点 然后呢,F5再次启动调试 再按下F5,F5跳到下一个断点 跳到这个断点的时候呢 我们随便就可以停在这里看一下了 我们会发现什么 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 Self Arch Content 这里返回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空 对不对 好,那么唯空肯定是不对的 然后呢,这里呢,再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个 另外的一个查看变量的方法 如果你觉得你变量太多 这样悬停不过来的话 你想看所有变量的状态怎么办呢 好,然后呢,在这个左边的这个Panel这里 有一个小的一个小橙子 点一下这个小橙子 好,这里呢,也会显示所有的变量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IgTMS 是Local当本地的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IgTMS是空 为空呢,肯定是不对的 好,那么除了它默认显示 这样一些Local的变量之外 你呢,还可以在监视这里 以及这样一个加号 添加一些你想监视的一些变量 比如说呢,我这里呢,想看一下 我的Self这个变量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你把Self打在这里 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 Self的一些相关的参数说明了 它的实际的运行的一个变量的说明情况 在这里呢,是可以添加的 好,那么这里IgTMS结果为空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啊 然后呢,我们呢,就应该看得到 我们FightContent 这里呢,是没有任何返回结果的 对不对 好,所以说呢,原因呢,是很简单的 我们直接呢,要把这个IgTMS给返回回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IgTMS呢,就有致了 这个错误调试的过程呢,是很简单的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初学代码的同学来说的话呢 非常不善于利用这样的一种调试工具 来帮助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看提问区里面啊,我的三门课里面啊 很多呢,都是像这样一个字符串打错了呀 字母打错了呀,少了一个冒号 或者是多了一个引号之类的这样一些问题啊 其实像这样一些问题呢,你只要是通过调试 通通呢,都可以找到原因啊 很多同学呢,在遇到错误之后呢,就特别着急啊 没有办法经常进来去调试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就非常着急的在这个提问区里提出了问题啊 我经常看到就是一个问题提了大概有20分钟左右 然后我刚准备回答的时候呢 我对看的同学呢,就在下面回答了一个 已解决,已找到原因啊 其实这个呢,问题呢,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只要你经常先来调试,问题总是能找到的 我绝对很欢迎大家在提问区里面 去问课程相关的问题 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呢 首先呢,是要培养起自己一个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为呢,老师可以回答你这一门课的问题 但是呢,你想一下,编程的路呢,是很长的 以后啊,你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有很多问题呢,老师是不知道你的业务了 我记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呢,来回答你啊 所以说呢,编程无论怎么说 最终都只能靠自己 咱们呢,不说废话了 咱们继续呢,来讲课 我们现在呢,改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运行结果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好,还是呢,再把这个端点取消了 在这里打一个端点 好,一路F5啊,执行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Root HTML 大家看到没有?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匹配的一个结果 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把所有组组 它的这样的一个DU Class 内部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呢 全部呢,都给它匹配出来了 挺多的啊,一百多个 好,那么如果你觉得这样看的话 不是很方便的话呢 左边这里也是可以看的 我们随便的把鼠标停在这个Root HTML 这个列表上面的某一个元素上面 谈出来的这个白色的面板呢 里面呢,就有匹配的内容 那么这个白色的面板这里啊 姿态小了,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大 所以说呢,我们后面的内容呢 就是需要来根据这样的一次匹配的结果 进一步的做分析 所以说呢,我这里临时的选择啊 这个某一个元素呢,把它给打印出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呢,在这里啊 ProIntel HTML 我们就打印出它的第零号元素啊 持续一个看一下实例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调试运行 好,大家看见没有 这里呢,就是我们某一个元素的一个追踪的结果 我们根据这个结果呢,再进一步的做分析 那么在进一步的分析之前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说过了啊 这样的一个匹配所有制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啊,用反形光小S 反形光大S 我们也可以点,对不对 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啊 如果你把这里改成点 大家觉得还能不能匹配得到啊 大家觉得我可以自己试一下啊 然后呢,告诉我为什么匹配不到 好,我们把那个翻圆啊 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来看一下这个匹配结果啊 这个匹配结果呢,并不是最终我们想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是想要这个Class Video Info 它和它的结尾标签之间的内容啊 我们并不想要第五Class Video Info本身 但是呢,我们看到匹配的结果是啊 连这样的一个定届 所用的这样的一个定届标签呢 也包含在我们匹配的结果里面了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啊 把这个第一Class Video Info和这样的一个 它的结尾标签呢,给去掉 只保留这两个标签之间的这样一部分内容啊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核心 也是我们郑哲表达式的一个应用技巧 我看见很多同学他思路是对的啊 他也会找这样的一个定届的标签 然后呢,但是呢,他会把这个定届标签啊 取到了之后呢,再做一次郑哲表达式的匹配 然后呢,才取到中间的这一部分内容 其实呢,没有必要啊,我们想一想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到过主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大家呢,可以再回忆一下啊 如果我们想获取中间的内容 我们只需要把中间的内容呢 用这样的一个圆括号呢,把它给扩起来 这样的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主 好,然后呢,我们加入这样的一个主括号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打听的内容 好,我们把这个稍微放大一点啊 这样看不可能更清楚一些 好,加上了这样的一个主括号之后 我们再次的运行一下啊 好,我们发现什么啊 我们发现这个结果里面啊 已经没有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D class video info啊 而全部都是我们这里这个中间这个主里的内容啊 这个呢,才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别看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正在表达式啊 但是呢,它几乎呢,把我们之前所学习的啊 最核心的几个正在表达式的知识点 全部都应用上了 特别是没有主句情绪 这样的一个标签之内的元素的技巧 那咱们一定要学会 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